12月18日,红色电波中的领袖分反毛泽东同志香山时期发布电报手稿专题展览在香山革命纪念馆开幕 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大批量的集中公开展览展示毛泽东电报手稿少数首次 专题展位于香山革命纪念馆一层专题展厅,面积1000余平方米 参展观众除了能看到毛泽东香山时期起草的202分电报手稿 还能观赏展出的62件套珍贵文物与50余章珍惜历史照片 应该讲,这么大批量的集中展示展览毛泽东同志电报的手机稿散出首次 这些电报手机稿不单是中共中央重大决策的命令 而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同时也是精美的艺术作品 为了让观众能更好的查看电报内容 欣赏书法,展览设置了手稿电文查询系统 同时还围绕解读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历史背景 设置了35处电文导读 比如说毛泽东同志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的电文 那么在这个电文中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的整个的部署 另外在1949年的9月8日 毛泽东同志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观众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听有声电文 也可以在机器上感受如何以摩尔斯电码的形式发送模拟电文 据了解,此次展示的电报手稿均在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文集等权威出版物中刊载过 为中央档案馆提供的高仿真复制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